因对法令纹呢 我们到底用提拉还是填充呢 为了有效的避免脸浆 胃移等副作用啊 我们要根据法令纹不同的成因 对症下药 在这里呢 我把法令纹形成的成因 分为三个方面 所以说这个视频呢 一定要看完哦 第一个原因 局部的组织缺失性法令纹 有时候啊 是因为我们的骨项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尘果特别高 嘴巴呢 多少有点凸 这个时候呢 它的鼻脊底可能是塌陷的 这个时候就导致了法令纹的形成 这就是局部软组织的缺失 导致了法令纹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种是 动态的表情过多 也会加速法令纹的形成 那针对局部的软组织流失呢 我们会通过填充的方式 去缓解法令纹的问题 有的人可能在视觉上 他的颧骨并不是很高 但是法令纹呢 仍然很明显 那是因为我们频繁的在做一些 脸部的动态表情的时候呢 不断的挤压我们的纹路 导致了玻尿酸啊 胶原蛋白啊 弹性纤维啊 等于一些软组织的流失比较严重 这样呢 就会形成一条沟壑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令纹 如果是因为颧骨高 而导致的骨相缺失呢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填充 鼻肌底跟法令纹的方式呢 进行一个缓解 第二 苹果肌厚重的脂肪型法令纹 这是由于啊 我们面部呢 有高低差 那我们的脸颊呢 非常的突出 这时候法令纹处呢 就摊陷下去了 那么针对这种法令纹呢 先不要直接填充 我们可以先使用一些 减脂类的仪器 先减少部分的软组织 那我们在针对性的 进行法令纹的过渡区域 进行稍量填充 去减缓法令纹 第三呢 是由于我们周围的皮肤组织 松弛而导致的 下垂型法令纹 随着年龄的增长呀 我们的骨骼会逐渐吸收 我们的韧带呢 也会逐渐的变得松弛 当我们的软组织向下塌陷 脂肪往下垂的时候呢 我们的鼻翼两侧就会形成 慢慢的形成一条褶皱 导致我们的法令纹的加深 那对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 紧致提拉的方式 先来收紧我们的皮肤 提高我们面部的平整度 然后呢 进行少量的法令纹填出 去呈现面部的自然明清态 如果大家还有关于法令纹的问题 欢迎评论区评论留言 或者后台资讯 我会随机输取宝宝们的问题 做专题视频哦